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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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想知道更多的武術資訊 記得Subscribe我們 武備子的YouTube Channel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港空手道運動員 李志剛 根據疫情不斷反覆 大家借到居家抗疫 少了外出和少了運動的機會 所以今天我就教大家 空手道的馬華斯基里 和一些小的移動 大家可以在居家抗疫期間 可以做運動和接觸空手道的運動 我現在就準備教大家 空手道的馬華斯基里 中斷門船給大家 首先因為我們要踢右腳 所以要放左裝 我們記住左手前面 右手後面 而且馬的大小 就連膀頭差不多 我現在就示範一次怎麼踢 拆開是怎樣做的 1 2 3 4 下回來 我們有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我們記住 踢出去的時候 左腳一定要開腳 重心腳 而且踢完之後 記住要有收腳那一刻 1 2 3 4 下回來 我現在打直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現在打直做一次給大家看 分開五馬 1 2 3 4 我們踢的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隻腳指指向前面 因為我們中斷門船踢 以為是用腳背踢人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用腳背 指向前面 Point腳這樣的形式 去踢出去 我現在就教大家空手道的 攻擊移動武法 但是教之前呢 先教大家一個初階的版本 讓大家熟習了 協調好了 之後才去學彈跳的形式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踢腳 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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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熟習了 我們就先去再拿到 高一點的彈跳式 大家熟習了初階的版本 那現在呢 我就示範一次 我們今天學的動作 完成式是怎樣 我現在正面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那打側體會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這個動作要注意些什麼呢 還有彈跳的形式又是怎樣做呢 因為呢 我們剛才教大家 就是初階的形式 就是拉後腳 而不是彈跳的形式 彈跳的形式 我們記住要留意 我們是向後彈跳 不是向上跳 正確的動作呢 就是向後彈跳 向後彈跳 但是錯誤的形式呢 是向上跳 向上跳 所以呢 剛才呢 我示範的那個完成式的動作呢 大家可以是看到呢 可以踢完 之後向後彈跳 向後彈跳 向後彈跳 大家學會這個動作之後呢 可以用慢的速度踢10下 然後做3聲 慢的速度都沒有問題 可以試試加快速度去完成這個動作 如果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可以試試挑戰一下 上段踢 越踢越高 踢到我們的頭部上面 就是我們的上段迴旋踢 希望教大家這個動作之後 可以在居家抗疫的期間 可以做運動 強身健體 和了解到更多我們空手道的 這個運動項目